最近在网上看到一句很扎心的话 我是人妻 你也以为人夫 错误的时间相遇 无法做恋人 无法做知己 无法做朋友 又舍不得陌生 离不开 放不下 又忘不了 我该把你放哪里 读完 让人泪目 是啊 向来远浅 奈何情深 既然情色起 何以深宵末 曾经我们都以为 白茶清欢无别事 我在等风 也等你 后来才知道 苦酒折柳 惊香离 无风无月 也无你 婆娑红尘 元聚元散 有时候 人的出场顺序 真的很重要 在错误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只能叹息 缘分天注定 一身 已难平 张爱玲说 心里有了良人 眼里 便全是路人 该遇见的人 躲不掉 该经历的劫 逃不开 人和人的相遇 绝非偶然 都是命中注定 是啊 人生中的每一次相遇 都有其意义 有些人 教会你爱 有些人 教会你成长 而有些人 却给你留下一身的回忆 与遗憾 就如 有些风景 只能喜欢 却不能收藏 有些人 只适合遇见 却不适合 久半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过 这样的场景 偶然间收拾旧物 看见斑驳的旧照片 翻到泛黄书本的某一页 你恍然间想起从前 想起那个 被你尘封在寄身处的 那个人 回忆呼啸而来的瞬间 不知不觉 早已泪失了眼界 你以为早已遗忘的过往 其实一直都在心底深藏 你以为早已放下的那个人 依旧能够勾动你的白转柔长 不是不够爱 也没有谁去背叛 可你们还是走到了 命运的十字路口 一个向左 一个向右 谁都没有办法回头 或许 这就叫做命中注定 命中注定要相遇 要在千万人中 牵起彼此的手 一同品尝爱情的欢愉 命中注定要别离 要在人潮汹涌里 放开彼此的手 各自去往 不同的未来 这辈子 一定有那么一个人 是你的命中注定 他或许不是 你第一个爱上的那个人 也不是陪你走到最后的那个人 但他 却是你毕生都难以忘怀的人 清醒的时候 你或许还可以云淡风轻地提起他 只将过往当作笑谈 就最后 睡梦里 你却会因为想起他 委屈得不能自已 明明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 怎么就走到了 非要分开的地步 你不知道应该去怪谁 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 只能接受既定的结局 眼看着他 默默推出你的世界 一如他当时 猝不及防地闯进 天不眷顾有情人 非要安排两离分 有时候真的会忍不住 责怪上天残忍 竟然不打算 让你们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那为什么还非要安排你们相遇 要知道 相爱的时候有多幸福 分开的时候就有多痛苦 曾经的誓言有多美好 后来的回忆就有多难过 在他走后的那些岁月里 多少次午夜梦回 多少次久憨人醉 他一次次回到你的心里 腥风作浪 宣告着 你从未将他彻底遗忘 如果有机会 给你重新选择 在明知道结局是分开的前提下 你还会不会选择遇见他 我想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答案都会是肯定的 就算嘴硬说着 宁愿从未相遇 好过日后别离 但实际上 就算明知道无法走到最后 你也舍不得就此错过 与他这段短暂的交集 就像是扑火的飞蛾 为了向往光亮和温暖 明知道是自取灭亡 依旧那么奋不顾身 因为很多时候 感情根本就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事情 能让你心动的人 遇见一百次还是会心动 让你爱过的人 无论如何都还是会爱上 命运的手翻云覆雨 我们从来无力抵抗 曾有人说过 没办法在一起的人 就是错的人 可我却觉得 就算没有缘分走到最后 有幸相爱过一场 就很幸运了 他曾经带给你的快乐是真的 你们曾经一起经历过的故事 是值得珍藏的 你们一起走过的那段岁月 是值得纪念的 那就足够了 每一份遇见 都是生命中无比美好的规则 缘分来时 欣然接受 缘分去时 不做强留 爱而不得是人生常态 望而不舍 又无需意外 不必非要去纠结 是回头还是放下 就让有些人和有些事 成为深埋在心底的秘密 一辈子 一辈子妥善安放 从此 静思 尤念 各自安好 酒杯太浅 进不到来日封城 巷子太短 走不到白发苍苍 人生 人生 总有遗憾 所以无论结局如何 曾经遇见过 相爱过 就是莫大的缘分 今朝有幸 同灵雪 此生也算 共白头 一场相遇 一生铭记 一次相伴 一世念安 余生 你好 我便晴天 有句话是这样说的 所有的毒药 和一切的良药 只是剂量上的不同 万物皆有其法则 做人做事 都要讲究一个度 有度才有分寸 有度才有敬畏 善良也要有度 不要让温暖人 一身的良药 阴差阳错的 变成致命的毒药 人生苦短 活着无数 善意 要留给值得的人 不要给别人撑伞 淋湿了自己 有位禅师 看到一只蝎子 掉到水里 于是伸手 将它捞起来 结果却被蝎子 蝎了一下 没过多久 蝎子又落水 尘师还是伸手 把它捞起来 又被蝎了一下 后来蝎子再次落水 尘师去捞 还是被蝎了 于夫看见了便问 蝎子 蝎子 蝎子一而再地折你 你为什么还要救它 蝎子说 蝎子是他的本性 慈悲是我的本性 这时蝎子又落入水中 蝎子又落入水里 于夫去捡了一根树枝 蝎子便顺着树枝爬了上来 于夫向陈师说 慈悲没错 但首先要对自己慈悲 善良是延续一生的修行 孤独消耗自己的善良 也是一种愚蠢 在向善的同时 也要保证自己不受伤害 在对别人好之前 首先要学会不辜负自己 善意应该是人世间的瑰宝 是人性的光 若是善良的人 频频被辜负 若是善良的人总吃亏 那这个世界 还是一个好的世界吗 这个世界的冷漠 也就从此而生了 因此 只有在保持独立的尊严 和空间的前提下 尽可能对他人是奉善意 温暖别人的同时 也保护自己 这样的我们 才既有柔弱的软肋 又有坚实的铠甲 就如王小波所说 善良 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错误的善良 不会给他人带来天堂 只会拖累你 掉进地狱 为众人报心者 不可使其洞壁于风雪 所有善良之人 都值得被善待 希望所有 为他人种下花的人 也可以住在一片花园之中 就像我一样子 就像我一样子 不可使其洞 孟非说 有人请你帮忙 原指望你帮十分 结果你只帮了七分 对方便觉得你不仗义 非但不感谢你 反而觉得你欠他三分 很多人间恩怨 皆处于此 从好人有好报 到人善被人欺 同时善良 结果却大有不同 善良也要是情况而定 也要懂得适可而止 深米恩斗米仇 这个世界上 总有很多烂好人不懂拒绝 宁可自己吃亏 也要帮别人的忙 殊不知 人心是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 大概众多掉进 好欺负陷阱的老实人 都是因为对方的一句 你这么好 一定会帮我吧 和自己内心的一句 拒绝他怪不好意思的 然而事实却是 对方不会因为 上百次的帮助感激你 却会因为一次拒绝而责骂你 正如明代沉济如的小窗幽记所说 待人而留有于不尽之恩 可以维系无眼之人心 意思是说 对待他人要留有一些多余 而不洁净的恩惠 这样才可以维系 永远不会满足的人心 善良虽是美德 可没有尺度的善良 却是场灾难 庄无忌在射雕三部曲中 武功最高 成就最大 被金庸称为笔下 武功最强的男主 他这一生 因为善良 而获得深厚的福报 却因过分善良 屡屡遭人欺骗陷害 阿耶克说 当善良失去原则的时候 可能比恶还恶 善良没有错 但不能毫无原则 你没有原则 对方就会跨过你的底线 当善良毫无原则地横行于世 他将成为最大的恶 因为他以善良之名 制造了无数恶人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善良 缺的是领智和克制 我们要做善良的人 但不能做盲目善良的人 天性善良 谁都没错 可别让善良 成了别人欺负你的工具 三毛赴西班牙留学前 父母一再叮嘱 凡是忍让 吃亏就是便宜 刚入住西班牙女生宿舍时 三毛经常帮社友做内务 三个月后 铺床 打扫 打水 都成了他一个人的事情 连他的衣柜 也变成了社友的免费时钟店 他在书中写道 他们说吃亏就是便宜 如今我真是货真价实 成了一个便宜的人了 直到室友们挤到他的床上 喝酒打闹 害三毛被院长责骂好 他决定反抗 当他抛开父母的叮嘱 不再有求必应时 终于他得到了应有的尊重 伯邦尼说过 善良是很珍贵的 但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 那就是软弱 人们往往不是根据你的友善程度 来决定对你的态度 而是根据你的实力强弱 你有价值了 你的付出才有人重视 只有你坚硬无比 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 正如于华所言 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时 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而雅了 善良本身没有错 但一定要有点锋芒 也许做一个外表有刺的人 才是成年世界里最温柔的法则 三毛说 人生中刻意去寻找的东西 往往是找不到的 天下万物的来和去 都有她的时间 深以为然 一如感情 有的人离开了就是离开了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远不由人 冥冥之中都有定数 就算再念念不忘 也是心图枉然 曾在网上看到这么两个故事 一位女孩 得知前男友要结婚 她深夜独自开车 来到前男友家楼下 看着楼上亮着灯的婚房 一个人在车上 静静地做了一整夜 跟她在一起六年了 终于在今晚一切归了灵 临走前她翻了一条朋友圈 和她结婚的那个姑娘 你被爱得这么幸运 可不可以善待我的青春 另一个故事 是一位小伙失恋后一直一个人 当她得知今天是前女友的结婚日时 她去到了前女友家附近 然后开着车 跟在婚礼车队的最后面 默默地送了七公里 她一边开车 一边秦南自控 不停地嚎啕大哭 直到前女友发来短信 对不起 别追了 就送到这里吧 她慢慢地停下了车 目送着婚礼车队 越来越远 看完 着实让人累 佛说 爱是一个结 有人结后重生 有人在结难逃 是啊 在感情里被折磨过的人 都是结后人生 曾经拼命爱过 但后来却无奈错过 想要试着忘记 却始终无法真正放下 很多人都困在过去 无法自拔 想要寻找一条自救的路 却发现处处都是企图 那么 终究怎样 才能真正放下一个深爱过的人呢 唯一的答案 只有四个字 交给时间 刚刚分开的那段时间 你或许会感到很痛苦 经常一个人在半夜哭着醒来 弄湿了大半个枕头 然后看着冰冷的双人床 再也无法入睡 她刚刚走的那段日子 或许你看到任何有关于她的东西 听到任何伤怀的情歌 都会忍不住想起她 想起从前 而后无意识地泪流满面 但是没关系 这是将一个人割舍出生命的必经之路 刚刚开始 的确很痛 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痛苦终究会慢慢变大 而你的执念 也会逐渐潇洒 毕竟 没有任何人 可以一直活在过去 无论你是否愿意 每个人 都会被时间 推着往前走 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放手需要理智 放下则是需要时间 确实 毕竟深爱过 怎么可能一下子说忘就忘 即使分开后 你丢掉那些存留着回忆的物件 删掉对方所有的联系方式 下意识忽略所有有关对方的消息 并且在心里默默地警告自己 不要回头 然而 这也只是自欺欺人 自我感觉而已 就像东邪西独里那句台词说的 你越是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忘记的时候 你反而记得更加清楚 很多时候刻意地遗忘 反而会让我们记得更深 真正的放下 应该是不闻不问 不悲不喜 将一切交给时间去指 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情绪 并将曾经让你无法接受的一切 变得无关痛药 就比如说 读书的时候高考考砸了 对于那时候的你而言是晴天霹雳 可现在想来 高考发挥失常 也只是一次小挫折罢了 对于那时候的你而言 那些的确是最重要的事情 可是对于现在的你而言 这些早已成为过去 无法影响你的现在和将来 忘在感情里也是一样 曾经爱过恨过的人 或许在某个阶段 让你觉得是整个世界 有了他日日晴朗 没了他咒语倾盆 可是随着时间过去 他对于你而言 早已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只存在于你的过去 却无关你的当下和余生 那些不能说透的东西 时间终会让你释怀 那些难以放下的人 时间终会将他寝出你的世界 每个人的人生 其实都在不断地面临失去和遗憾 我们不得不接受的是 有些人来到我们的生命里 就只是为了帮我们走过那一辈 惊风欲露异相逢的时刻 全世界都会为你们让路 你可以尽情享受 那一场盛大的欢愉 可当故事写到终章 故事里的人终将离去 你也不必非要哭着喊着 不可放弃 电影票上的字 和看电影的人都会随着时间消失 虽然你会不舍 但终会放下的 因为没有任何东西 比时间更能够治愈过去 面对一场没有结局的感情 最好的姿态就是不卑不亢 云淡风轻 面对一场一尘定局的别离 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吵闹 洒脱放手 在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 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能快刀斩乱麻 要求每个人都做到能快刀斩乱麻 说放下就放下 确实不现实 也过于残忍 故而不必强迫自己 无需刻意违避 给时间一点时间 等过去成为过去 相信终有一天 你会像个旁观者一样 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故事 然后笑着对自己说 缘分天定 到此为止吧 甜也甜了 苦也苦了 心也给了 泪也流了 宠话说了 纯事做了 剩下的也该放下了 人嘛 总要学会长大 学会和解 学会往前看 因为时间 最终会让我们明白 真正的放下 是面对遗憾 还能过好余生 毕书敏说 爱怕沉默 其实 爱是很难描述的一种情感 需要详尽地表达和传递 普通人的生活 都是由鸡毛蒜皮 组成的点点滴滴 我们总是可以从细微末节中 找到被在乎的证据 想要明白一个人 不用试探 他的所有的感情 聊天记录里都能呈现 偷偷爱着你的人 总会在微信上留下这三种痕迹 石铁生在《我与地毯》中 讲过一个故事 他每天都摇着他的轮椅 去地毯看书发呆 石母则总会站在他身后 目送他走远 一天他落了东西在家里 中途折返回家 发现母亲还站在那里 还是那个送他走时的姿势 有人说 爱你的人 在分别的时候 一定是最后转身的那个 聊天也一样 爱你的人 总是愿意做那个坚持到最后的人 他们的坚持 就是他们表达在乎的姿态 听过这样一段话 如果有人 在你们聊天结束的时候 愿意每次都以他的话结尾 即使只是毫无营养的表情包 甚至把说过的晚安 再重复一遍 你不要以为他啰嗦 他只是把话语中断的失落感 主动揽到自己身上 那个愿意做结尾的人 愿意给你们的聊天兜底的人 才是真正在意你的人 他舍不得提前转身 舍不得潦草结束 宁愿自己当垫底 也要让你知道 有个人 一直在你身后 随时陪伴着你 我们都明白 忙碌是每个人的生活状态 可在乎你的人 哪怕只是微信聊天 也会透露出对你的光怀 我也很忙 但是不想让你等 所以会提前报备 抑或事后解释 不会没有交代 没有准话 不会来去自由 一意孤行 更不会态度散漫 毫不迁就 从来轰轰烈烈都不是真 设身处地的 才最懂人 作家石田一良 在十六岁里写 有个能陪我聊天的人 比看电视吃饭更重要 比如今天天气不错 我就能对他说 天气不错啊 如果天冷了 我就让他添件衣服 爱人之间的聊天 往往没有什么目的性 开启一段聊天的话题 也许只是天气好不好 中午吃了什么 路上碰到的小猫小狗等等 但是这些废话背后的前台词都是 我想和你一起浪费时间 生活是平凡和繁忙的 也会让人感到很累 但是彼此在乎的人 会成为这其中很温暖的存在 副首尔说 闲情 闲情 情都是闲出来的 倘若忙中还有情 大概就是真情了 再忙 也要挤出一点时间联系你 再累 也要在心里腾个地方给你 停下来的时候 总会第一个想起你 忙碌中还有感动 大概是感情最好的模样 愿我们都能和爱的人 一起浪费时间 眼里只有彼此 也不觉得腻 朱生豪写给宋清儒的情话中 有这样一句 我愿意舍弃一切 以想念你中此一生 我想作诗 写语 写业的相思 写你 写不出 我是宋清儒至上主义者 在这个素食爱情的年代里 微信是一个人的生活缩影 也像一个测谎仪 测出了谁心里有你 谁心里没你 谁和你合拍 谁和你不合 最舒服的聊天方式 大概就是 不用想怎么说才合适 打错字也不用纠正 他就能明白你的意思的感觉 只回个表情包 也不用担心冷场 话题总有办法继续下去 你聊起任何话题 对方都能聊得下去 不是因为对方见多识广 而是他对你极其感兴趣 正如武志宏老师所说 恋爱中最幸福的状态 就是我们都变成孩子 一想到对方 和对方聊天总是很开心 最后分享一段很喜欢的话 爱意的流失 是从分享欲的减少开始的 我当然不关心云是什么形状 我也不在意路边的奶茶店 开没开门 更不觉得饭煮糊了 有什么可拍照的 所有跟你讲过的那些 无意义的事情 本质上都是希望 你可以参与到我的生活里来 和我保持爱意的连接 我的日常实在是太普通了 但因为有你的存在 我觉得他们比以前有趣多了 电话要打给会接的人 微信要发给会回的人 愿你一生被悉心珍藏 愿你惦记之人 每日都和你道晚安